约翰福音3章16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教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首先 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明白 一个人只要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 并接受他作为个人救主 就可以从生为基督徒 那成为基督徒之后呢 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一样的生活 一切如常吗 不是这样的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后 我们必须让圣灵逐渐在我们里面工作 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愿望和目标 以便我们的生活更加以基督为中心 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当我们真正的在基督里成长时 我们便与世上的人区别开来 我们与伪君子有区别 作为绵羊 我们和山羊有区别 作为小麦 我们和提米有所不同 今天的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个真正基督徒的品质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频道 欢迎来到装备生命 希望你能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点赞及打开通知小铃铛 那你就可以收到下一支影片的通知 同时 别忘了留言以及将影片转发出去 谢谢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拥有的八种品质 一 明白得救是上帝的恩典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以福所书二章八至九节 真正的基督徒明白自己是因恩典得救 因相信耶稣而得救的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的罪付出了代价 被钉十字架 而 这就属是白白得来的恩典 并不是因个人的功绩或行为而得救的 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明白的 二 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以上帝为榜样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以福所书五章一节 世上的人们都喜欢跟随他们各自的榜样 有些人跟随明星偶像 有些人以运动员为榜样 但是基督徒的榜样是耶稣 耶稣来到世上时 他不仅为我们而死 而且还通过他在世上的生活 来树立榜样 教导我们如何实际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 因此 耶稣的生活原则 是我们应该遵循和模仿的生活榜样 三 一位真正的基督徒顺服耶和华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 顺服上帝的旨意和话语 对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很重要 耶稣说 如果我们顺服他 就证明了我们对他的爱 如果我们做的事情 是与上帝的话相反的价值观 和哲学的 我们怎能说我们爱上帝呢 四 一位真正的基督徒顺服耶和华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这世界有自己的价值观 运作的系统和优先次序 并不一定符合上帝的价值观和律法 作为基督徒 上帝期望我们的的价值观 与上帝的方式和教导是一致的 当我们与世界成为朋友 并让世界的价值观和哲学 影响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品格时 那意味着我们自动成为上帝的敌人 雅各书四章四节说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因此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上帝的朋友 而不是世界的朋友 五 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行使对抗敌人的权柄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敏感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避好了 马可福音16章17-18节 上帝赋予了每一个信徒 克服世界和敌人的权威和力量 拥有上帝儿女的身份和地位 便有了行使上帝赋予的能力的权威 因此 作为基督徒 你有能力和权柄为病人祈祷 驱除恶魔 并行使圣灵的恩赐 不仅是牧师 先知或宗教领袖有行使权威 神赋予了每一个重生信徒权柄 在他们的生命中 行使神的力量来荣耀神 六 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行在爱中 当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 为我们的罪而死时 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 因为上帝是爱 我们读以下这段经文 就非常清楚了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计 这就是爱了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约翰一书四章七至十一节 七 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结出好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马太福音七章十八至二十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像伪君子那样生活 例如 法利赛人是伪君子 因为他们言行不一致 他们没有遵守他们自称相信的律法 真正的基督徒会在言行上彰显上帝的价值观和品格 八 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荣耀耶稣基督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基督徒不为自己的教会而活 不为牧师而活 也不再为自己而活 而是为耶稣基督而活 因为耶稣是他一生的主宰 因此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为了取悦人 而应该是取悦上帝 即使这意味着因为上帝而受逼迫 因此 我们的言行必须传扬上帝的良善和爱心 以使上帝得到荣耀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 真正从生的基督徒 不仅仅是定期参加教会 或各种活动的人 基督教是一种为耶稣而活 为荣耀主而活的日常生活方式 是顺服的生活方式 是实践的生活方式 听完这基督徒应有的八个品质 你认为那一项最具挑战 最难做到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几点赞订阅 祝福你